赵通部观光局举办的台湾十大观光小城 活动即将要接近尾声了 入围的17个乡镇市竞争非常激烈 大西镇目前的票数和其他地区持续拉锯 玫瑰园妇女会特别选在三八妇女节的前夕 站出来力挺大西 共同呼吁妇女同胞还有桃园县民团结力量大 一同支持大西总统镇 十大观光小城票选在3月7日 明信片活动截止 3月9日中午12点网路投票结束 刚好碰到三八妇女节前夕 玫瑰园妇女会理事长王秀慧表示 希望这一次的力挺大西 能让所有的姐姐妹妹们站出来 为大西总统镇家族玛丽全力冲票 在三八妇女节的前夕 我们桃园县玫瑰园妇女会 希望呼吁所有姐姐妹妹们站出来 为大西总统镇做最后权力的冲刺 也希望能发挥妇女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一票拉着一票让大西总统镇 能顺利登上台湾十大观光小城的宝座 大西的好山好水相当出色 更是桃园龙潭复兴等一些热门景点的入口 大西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 以及富有人文色彩文化的景点特色 观光行销局长李少维表示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三八妇女节 来拉高大西总统镇的票数 让大西能冲到十大观光小城的榜首 大西的优美景社值得大家照访三月八日 三八妇女节前夕赶快用网路投票 明信片以及手机APP等方式 投下唯一支持大西总统镇的票 让大西能顺利获选台湾十大观光小城 桃园有线新闻董子纳采访报导